只需44分钟 太阳提供的能量就足够全球人口使用一整年 奇怪的是 在以色列这种日照充足的国家 这么棒的资源竟然未被开发 近年一座太阳能发电厂都没有 全球唯一的一个工业级太阳能发电厂 位于加州 因为营运开销非常高 所以很少人愿意跟进使用 用太阳能板发电虽然方便 但仍不太符合经济效益 看看这个画面 这里是罗哈勃 太阳能发电的未来就在此地 研究人员证明太阳能发电 不比石化能源和核电发电逊色 研究团队首先利用这些抛物面镜反射阳光 这还不算什么新知 真正的突破是 阳光被反射到集中塔后的情形 照射在反射镜上的阳光 被集中反射后强度会变成原来的一万倍 阳光被导入这个入口后 就直接射进一个特别的通道 通道的设计能增加光线集中度 经过通道后 光线被集中为一平方公尺的点 落在跟足球场一样大的区域 计划主导人卡拉尼教授表示 困难点在于 此时光线热度过高 无法控制 问题是要怎么制造适合的设备 能经得起这种高集中度的能量 不会一下去融化 爆裂或受损 所以卡拉尼教授与研究团队开始着手制造 能吸收这种高强度光线 并把它转换为可用能源 又不会损坏的设备 花了三年的时间开发 最后的成品就是这个 通道的内部是能耐高温的磁质凸起物 这是太阳能新世纪来临的关键 这种凸起的结构能吸收强光 并把光转变成热 还能承受摄氏1800度的高温 那么这个设备要怎么发电呢 方法就是把热再变成能源 高度集中的阳光会加热凸起物 凸起物再使周围的空气受热 空气就会开始急速扩张 向外流动的空气带动涡轮引擎 这样就能产生电力了 现在这只是个小型的原型机 不过未来势必要建造大型机组 才能与现有的发电厂竞争 其实研究人员已经计划 在美国建造大型机组了 对卡拉尼教授而言 多年的努力终于收获了成果 先做冗长乏味的计算 再不断进行实验 多年后实验终于符合预期目的 感觉很美好 而且来之不易 在任何人的 career